好強的畫面 昨天晚間在台灣時間的7點半左右 日本東京有一列 往新速方向開的小田極限列車 上頭有一名男子 他不明原因 就持刀隨機砍傷了多人 結果最後導致有10個人受傷了 幸好這些傷者 他們都還有意識 9個人輕傷 但有一名20多歲的女性 他的背部多處被刀刺傷 傷勢是比較嚴重的 警方表示 這個嫌犯犯案之後 就將這個作案用的刀子 還有手機 就丟棄在車廂之後跳車逃逸 一個半小時之後 在距離這個案發現場 大約是5公里遠的一間便利商店 才發現了他 於是警方就趕緊將他逮捕 根據瞭解 嫌犯今年大約36歲 他自稱是一名派遣工人 當時他是向這個便利商店的店長 表示說 我就是這個新聞事件裡頭的這名犯人 我現在逃累了 我不想再逃了 那麼這個便利商店的店長呢 也發現他的衣服上面沾有血跡 所以趕快就報警了 好 警方事後也透露說呢 嫌犯是公稱 他不管 他說呢 不管是誰 只要看起來很幸福的女性 他就想要殺害他 所以才會決定選在這個電車上頭犯案 受到這起事件影響呢 那麼日本政府是已經向全國鐵路來通知 要求盡全力要確保乘客的安全 同樣也是在日本喔 日本的群馬縣知事山本一泰呢 昨天宣布 9月底之前呢 打完疫苗的年輕人 可以參與這個抽獎活動 最大獎呢 有這輛汽車 還有其他的獎品像是旅遊券啦 希望可以刺激更多的年輕縣民去接種疫苗 群馬縣政府是表示呢 因為在他們當地確診者當中 其實現在是有大約一半的人 都是這個20歲到30多歲的民眾 但是呢 這個年齡層的民眾 他們的疫苗接種率呢 不到兩成 所以呢 縣政府就決定要推出這個年輕人 只要打疫苗 就可以抽獎的活動 最大獎就是這輛汽車 價值220萬日幣 大約是台幣57萬元 名額呢 有一人喔 此外呢 這個獎品裡頭 還有這個可以在群馬縣裡面 旅遊的旅遊券 價值呢 大約是2萬到5萬元日幣不等 總計呢 可以送給大約有350個名額 那這個獻知識表示呢 抽獎的做法 可能會引發一些爭議 比方說像是被說是以利誘人啦 但是他們認為這樣還是可以促進 更多民眾去接種疫苗 也可以讓年輕人呢 來到這個地方 感受群馬縣的觀光魅力 講到這個確診啊 疫苗啊 疫情 菲律賓呢 目前染疫的狀況呢 還是沒有趨緩 累計確診數達到了163萬8千多例 馬尼拉都會區還有周邊的一些省份呢 從昨天開始是實施 為期兩個星期 防疫等級最高的強化社區隔離 這是一項類封城的這個防疫措施 大約受影響的人口呢 有2000萬人左右 除了銀行餐廳還有超商 這些基本的服務之外呢 其他的店家都暫停營業 餐廳也禁止民眾內用 只提供外帶跟外送的服務 同一時間呢 民眾因為擔心打不到疫苗 所以現在是出現了集體恐慌 在馬尼拉有多個這個疫苗的接種站呢 是湧現了數千民眾 有一些人呢 可以看到他們前一天晚上就到場來排隊了 希望可以打到疫苗 再加上網路上頭謠傳 不打疫苗的民眾呢 沒有辦法領到政府發放的救助金 所以呢 幾乎在馬尼拉好多個接種站都出現這樣子 數千人 大排長龍的現象急著搶打疫苗 而且大家似乎都忘了要遵守社交安全距離 讓人看了也相當擔心 引發民眾抱怨連連 說明是在河里的陇系統 說明是德國倫 那個人要遵守 並且驚人之類的 從uns的牌照 沒有工作 還有雙手 要拿出行李批 讓我們 來看看 收藏 在 我們 有 無 gere 本事 我們也是 有 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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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尼拉的當地政府是表示 在查證之後才發現 民眾為什麼會突然涌到接種站 是因為網路上頭就謠傳說 如果你沒有打疫苗 在淚封城的這段期間 你就沒有辦法領到政府提供的救助金 甚至不能出門 馬尼拉的市長就說了 我根本沒有發表這樣的言論 其實不久之前 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 他曾經說過 我們的國家正在面臨危機 如果你不想接種疫苗的話 我會逮捕你 所以反對派的人士就抨擊說了 因為總統無能 反復無常才會出現疫苗接種的恐慌 散佈恐慌的就是總統本人 不過菲律賓的內政部次長就回嗆說 是有人刻意造成混亂 要破壞菲律賓疫苗接種計畫 也讓菲律賓缺疫苗的問題 現在是演變成了一場政治的口水戰 講到這個打疫苗在美國CNN目前就有三名的員工 因為違反了公司的防疫政策被開除了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打疫苗就進了辦公室上班 CNN的總裁朱克向員工發出了一則內部的公告說 公司發現有三名員工進到公司上班 但沒有打疫苗 所以這三個人全部被開除 總裁說了我明白告訴大家我對這項政策不打疫苗 就不准進公司的政策是零容忍 他表示原定9月7號就要讓所有員工返回辦公室的 可能會因此延到10月了 而其實美國政府早在5月的時候就曾經宣布說 雇主可以合法要求員工在回到辦公室之前必須接種疫苗 像是臉書啦Google還有微軟等等的科技巨頭都已經表示 會要求美國境內的員工呢 回到辦公室工作之前要先施打疫苗 接下來看到這個畫面大家知道他是誰嗎 布萊德比特的舊愛女星珍妮佛安尼斯頓 他最近是公開表示說呢 他自己不願和一些不打疫苗的朋友來往 要跟朋友切八段了 因為呢這一些不打疫苗的人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人 但是也因此引來了巨打疫苗民眾的圍剿 不過呢珍妮佛完全沒在怕 他進一步上網表明他的立場 他說此時呢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只是我們自己 有人就質疑他說 那如果已經打了疫苗的話應該已經有保護力沒錯吧 為什麼身邊有人還要顧慮到他們沒有打疫苗呢 那珍妮佛就忍不住回應說 因為如果你身上是感染了變種病毒的話 你還是會傳染給我 我或許是輕症或許不用住院也不會死 但是我還是有機會傳染給其他還沒有打疫苗的人 讓他們的生命陷入危險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擔心 所以呢我們要考慮的不只是我們自己 那麼珍妮佛安尼斯頓還認為說呢 至今堅持不打疫苗的人呢 是有可能對這個疫苗的副作用有憂慮 雖然每個人呢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他個人說他重視的是科學實證 認為呢反疫苗者就是不願意面對科學 這樣的態度很糟糕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國際訊息提供給您 我一定會知道 我們會有什麼事 如果我們會有什麼事 就是我會有什麼事 我會有什麼事 我們會有什麼事